你就饶我一命吧 自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你让朕怎么饶你 求求 大明有律 杀人者 死 皇上 本相记得太原长公主府上 有皇上亲赐的铁券丹书 对了对了 我爹说过 那 那可是免死牌呢 有此一说 皇上可免王庆一死啊 外甥给舅舅磕头啊 好 那你死罪可免 活罪难饶 发配充军两千里外 欲赦不回 此贼不死 民女不活 别让他死在这儿 拦住了 拦住了 皇上 刘伯温 免死铁券总还算数吧 敢问皇上 王庆家有几部铁券丹书啊 一部还不够吗 一部只抵一命 此案 直接死人三个 间接死人两个 我问你 一部铁券丹书 你准备抵哪个呀 谁说就得一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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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皇亲国戚 我铁券丹书 我就是不该死啊 你该死九次 下十八层地狱 启禀皇上 此案牵扯官员众多 将来一旦神起来 沙头抄家 充军发辈不在少数 一个主犯活得逍遥自在 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呀 皇上 皇上 皇 皇上 舅舅 皇上 皇上 杀 舅舅 舅 舅舅 皇上 我不跟你说了 我找我皇后舅舅去 皇后舅舅 我舅舅杀我呢 先把人带下去 皇后舅舅 皇后舅舅 你过来救我呀 你要来晚了 我就去找我娘了 亲王上 刘伯温 你不是还要告朕吗 皇上圣明 皇上明察秋毫动落观火 且秉公无私 罪臣不告皇上 臣有一句话 要告诉皇上 什么 吾皇万岁 万万岁 赦你无罪 明日恢复早朝 谢皇上 宿舍 不得了 对 你们早就不得了 遊责 马上 刘大人看什么呢 丞相 皇上要你我奸斩王庆 现在可已经到了五十三刻了 怎么不见人犯呢 你急什么呀 那王庆虽然犯了死罪 但终究是狂倾果气 得给人留点体面不是吗 不能让那些围观的老百姓随便羞辱啊 是丞相安排好的 不管怎么说吧 人犯就在附近 时辰一道立马入肠 怎么来了呀 怎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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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啊 还就是犯人这一回 是 还不来 来来来来 是不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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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容易终于等到我 是 来来来来 是了是了 来来来来 就是了 是 还在哪 是啊 算是这么多了 是啊 是 快啊 别看了 是 一样 怎么现在啊 还不过咱们呢 王队王队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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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大人 犯人压到 有请雁名正身 那已人雁过了 真是真的 真是 法场听令 即刻开展 是 慢 丞相 怎么了 刘大人看清楚了吗 朕 皇上已然厌过了 宫人听令 在 即刻开展 是 不能斩 好 好 丞相 斩 斩 斩 成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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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天 好老六 老公公 你们都看见了 刘大人给你们报仇了 感谢大人 感谢大人让我丈夫和公公 在酒泉之下明日 您的大恩大德 比您难以汇报 姜玉珍 刘某身为阎官 惭愧之志 感谢大人 谢大人 谢大人了 我劝你啊 还是带着孩子 远走他乡 走得越远越好 大人 杀了一个王庆 他的亲属爪牙都还在 难免会报复 我明白 这是露银和一点碎银 算是我爹一点心意吧 你在外地有亲属吗 民女有个妹妹在湖州 好 那就一路珍重 谢大人 小子 闪人 这儿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你给我闪人 我这是公事 不认识我是吧 那你认识他吗 那能说说你进宫是为何公事吗 这也是你能问的 耽误了公事拿你试问 起开 这么狂妄啊 这皇宫也忒大了 皇上到底住哪院啊 你们审得谁啊 你们大胆 小阳我有牌子 老实点吧 大胆 你们这帮臭太监 走 捕着天高地厚的东西 放开我 公公 放开 咱我办公事 小爷会让你们吃不了 都是走 什么事啊 要跑到咱这后宫来办 说说吧 哪儿来的 都见着牌子了还不放人 等小爷我待会儿见到皇上 皇上 你怕是见不着了 阎王爷 到时等着你呢 不是 怎么着 这牌子不管用了 刚才小爷我在东宫门一样 他就进来了呀 两回事 这儿是内宫 除了皇上 没有一个代半的能进得来的 东宫门你是进来了 可是 手门的警卫们 早就把你进来的消息传了个遍 你要是真去外朝房办事的 也就罢了 知道不 好多人在高处看着你呢 那就麻烦你们通报一声 我是来找皇上的 就说我刘姨要见他 好大的口气啊 皇上也是你随便找的 尊姓大明啊 我去给你通报一声 那你们就洗好耳朵听着 小爷我原来姓乔明二 是宋代该帮帮助乔峰的后代 现如今被皇上 赐给刘伯温大人做跟班 连小爷我这个名字 都是皇上亲赐的 孩子们 有 这小子满嘴胡扯 得先教训教训他 先给我尖尖地打二十板子 要找到肉厚的地方招呼 可是要听见小儿呢 打 你们狠狠地打 你们这把死那一件 打 打 狠狠地打 死那一件 住手 娘娘 见过娘娘 怎么回事啊 回避娘娘 娘娘 马娘娘 我是刘伯温大人的跟班刘逸 咱见过的您忘了 见过 在景深殿 珍珠翡翠白玉汤 我做的 我想起来了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是 娘娘 我偷了我家先生的牌子 来找皇上有个事说 这事还非得我出面不可 好吧 跟我来 刘方啊 刘方 来了 大人 大人 看见我那块龙牌没有啊 龙牌 什么龙牌啊 龙牌 就是进宫用的那块 那牌子谁敢动啊 哪儿去了 刘逸回来过没有 打法产回来 就没见着他 坏了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我会转达给皇上 不 我要亲自和皇上说 你小子 忒胆大了吧 小子就是要找皇上 拼拼礼 我可是救过皇上的命的 我说的话 他总得听听 对不 再说了 没钱吃饭的时候 拿我当朋友 换上龙袍了 就翻脸不认人了 行了 那刚才要不是本宫叛见你 你小命早就没了 小子歇过娘娘 你小子还算讲义气 我喜欢 我也不能就这么 白瘦你这个头啊 送你点什么好呢 把脚伸出来 我看看多大 好 跟我的脚差不多 我呀 就送你一双 我亲手做的鞋 你不用试啊 我这眼光差不多 这鞋啊 穿上整根脚 谢谢娘娘 可这也不是官靴呀 这鞋 结实着呢 在我们老家 叫踢死牛 穿上啊 好走路 小子就先告辞了 出来酒了 我怕先生挂你 我走了 等等 还差点忘了 到底还是想赏我点像样的东西 这是刘伯温 送来的他家乡的青田石雕 小兄弟 你把这个替我给他带回去 我家先生都送你了 你怎么能让我送回去呢 你就别问这么多了 把这个东西 也一起 都给他 真抠门 记住了啊 就这 不好意思拿出手 听见没 听明白了 娘娘 您要是实在没什么别的 赏的了 那小的就真走了 走吧 娘娘 那个您这皇宫也不是说来就能来的 咱们以后可能就见不着了 娘娘您人好 小子就再给您磕个头吧 免了 免了 别再把东西给我摔了 来人 娘娘 把这小子给我送出宫去 是 是 娘娘那我就先走了 走吧 走了 到底是个孩子 好 娘娘还给了你什么 还有这双鞋 说是穿上它 跑走路 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这桃就是桃啊 再加上这几颗枣 就是早点桃 还有这双鞋 就是让我穿上它和先生一块走 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先生你早想到了 是不是 看来娘娘和先生想到一块去了 娘娘那个人看着就面善心眼好 我跟娘娘说了 以擅长法场调包的事 娘娘说会转个皇上 但愿吧 就是了 是 你没有想到 再一个孙子 一部门 是 你真是 是 你真是 你真是 桑鱼一晚 夕阳迟暮 长叹力不从兴 加之 荆妻并慎 思乡请妾 数番弃请 臣送妻归家 斟酌再三 君之天恩 游有报时 夫妻伦长 绝别有日 故 惶恐请辞一切冠军 复为陛下恩准 不胜感激涕裂 臣刘伯温再败顿兽 拟旨 刘伯温请辞 不准 特许返乡省亲 实现七个月 且随时听诏回京 人生五百岁 百岁富如河 古来英雄氏 各已归山河 古来英雄氏 可有归山河 可有归山河 好 鼻子 来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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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歇会儿 歇会儿 走不动了 歇会儿 歇会儿 累死我了 真没想到您的老家 在这么个地儿 怎么了 不好啊 看见没有 山清水秀 歇会儿吧 您看 您也累了吧 不听小的言 吃亏在眼前 我就说去趟县衙 要他们出的轿子吧 你也不替人家想想 咱们空身人走着 还这么累呢 人在台顶轿子 轿子里再做个大活人 得得得得 您是空身 我可是又扛我背不少东西呢 真便宜那头倔驴了 本该踏脱的都扛我身上 你嘟弄什么 没没没 我自己跟自己说话呢 爹 待会儿到了您老家 得遇到不少亲戚吧 那我是不是一个个 都得磕头认亲 跟人家叫大叔大婶的 那恐怕得 而且啊 还有那几岁的孩子 比你小多了 可是论辈分呢 你得给人家磕头叫爷爷 能不能不叫 那不成 早知道就不认你当这爹了 你说什么 我 我 我说早知道就不认你当这个爹了 你以为我愿意有你这么个儿子呀 要不是皇上多事 我也没你这么个儿子 你说我回去一大家子人 我得说多少话 为你这事我得解释多半天呐 咱这么着 刘爷 你要是不愿意叫呢 咱也不费那事 你也别爹爹的 咱什么都甭叫 真的 拉钩 甭拉了 就这么厉害 那 那叫你什么呀 总比有个叫唬啊 叫什么都行 什么顺嘴就叫什么 那叫你先生嘛 这就顺嘴 行 先生 刘爷啊 往前的走啊 就是石门洞啊 我年轻的时候呢 就在那念书 你乐什么呀 又蒙人的吧 人家小孩读书不是去书馆 就是去学堂 有钱的人家自己请个先生 哪有去石洞的 你这孩子就是不懂装不懂 到那儿你自己看看吧 怎么不懂啊 去石洞的都是念经的 达姆老祖念毕十年 行吧 跟你说不明白 到那儿你自个儿看吧 让你看看什么叫 洞天福地 世外桃园 来 走吧 我是不是还得打个火把呀 走 周一呀 啊 看见没有 这瀑布传说有四十来站钩 哎 你听这声音 生震万吓听惊雷 如半马奔腾一番 是挺吓人的 只要一个人还害怕呢 你看这潭水了没有 游近几远 渐成碧绿 还真是 人言生辟处 常有老龙盘呢 说这底下通着东海呢 你可越说越神了 你看那边还有一个石床 哪呢 那边我小时候读书啊 经常在上面乘凉 那我可得赶紧试试去 看看去 走 这一路可把我累坏了 走喽 小心小心 游身摔着 这么凉快 忒快 忒舒服了 先生 先生 我说你怎么这么神机妙算呢 感情从小就在这儿 心境里修炼 不神机妙算才怪呢 行了行了 下来吧 还要赶路呢 拿车 失床 再见了啊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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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客官 你是早前在这儿读书的 刘公子吧 什么公子啊 就是个读书人罢了 就是那个当了大官的刘伯温吗 正是刘伯温哪 去家里头 走走走 乡亲们哪 乡亲们哪 刘伯温 刘大人回来了 这刘伯温 这不是无相啊 老了 认不出来了 这 这无相个大官啊 那大官都长什么样啊 那每次仙太爷下来的时候 那啥阵势啊 有抬轿子的 有贺道的 还有跟班的 打杂的 哪次不是一群人啊 这个刘伯温 那多大的官啊 那是大明的国师 当朝的一品宰相啊 可不是 敢瞎说 我可不是国师宰相 反言也差不多啊 那不管怎么说 也比县太爷大不少的官吧 人家都有一顶轿子坐呢 你怎么就凭两只脚板 走进山来了 他走着还非人不成吗 难道人当了大官 他就不能走道了 这 这 大人哪 就请大人去小老人家安歇吧 好 讨扰了 讨扰了 来 来 他真是刘伯温 真是 如假包换呀 好 那我就信你们 给刘大人磕腾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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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非亲非故又不在官场 来来来 起来 起来 真是干什么呀 人哪 什么就恩人哪 大人哪 大明历朝天下各地都加了税粮 就因为大人有开国之功 那皇上特命 唯我青田献免家 这众礼乡亲因此都感激不尽哪 对 对 是 是 谢谢刘大人 乡亲们 那是皇上恩典 我可不敢贪贡 没有您刘伯温 那皇上知道青田献是哪儿啊 您就别客气了 让我再给您磕个想头吧 不必了 不必了 快起来 起来 起来 请起 请起 大人 快起来吧 先生让你们起来呢 走吧 走吧 大人请 请请 刘大人请 请 多谢啊 刘大人请 兄弟 喝得太好了 刘大人 来来来 再饮一杯家乡的酒吧 真是 好酒啊 我喝先生啊 拼心的 好酒啊 刘某在外超伯这么多年 喝过各类美酒不少 可是呢 只有家乡的这个酒不能忘卫 春阴水好啊 未磅家乡啊 是是是 挡者之眼哪 来来来 再来 来来来 来来 中了石洞 那石床 我的鞋躺 这位小哥跟我一样 你看 这透支实在黑人 来来来 你给我干一杯 干就干 难道我怕了不成 小哥痛快 诗语 天涯何处如芳草 哪里黄土不埋人 这小哥满腹失收啊 咱是谁呀 想当初咱在金陵秦淮河畔 那也是想当当的人物啊 秦淮河畔 听说那里尽是 萧金的欢场啊 非也 秦淮河畔那也不都是伤女啊 啥是伤女啊 啥是伤女啊 伤女 知道这是吗 啥事啊 伤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游唱 后庭话 小哥真是大学问哪 这实在是没办法 先前咱底子就好 后来跟了先生 那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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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都这样看着我呀 怎么着了 那更是才知道天外有天小的 不过是不是景地之方 学乃魂是不足的 你听见他 你听见他 留神脚下啊 这什么破路啊 也没人修修 这我摔第几个跟头了都 是啊 就这还关到呢 找到仙太爷 打了屁股板 少能想要我自己动手 行了 开着没有 没事 还行 行 走吧 那是谁呀 那是七叔公吧 这位客官 不是客官 回家的 哪门哪户啊 我是刘伯温哪 忍不出来了 我是刘伯温哪 真是刘伯温哪 这 这 就这么走来着 可不 要是会飞 谁受这个罪呀 快 家里歇着 好 好 好 来来来 来来 还有我呢 走啊 多年不见多年不见多年不见哪 这是你家后坡上的老四 老四的儿子 孙子 好 孙子都这么大了 你看这时间过得多快 是啊 来 拿着 你家媳妇儿子知道你回来 真不是高兴成什么样子了 人哪 打扫了屋子呀 就进城买东西去了 说是要招待乡亲们 还有 这不也给我同个地方会客吗 我说你有完没完 抓起回了呢 让她吃吧 这姑娘是呢 西街老六嫁的闺女 西街老六 那跟我是平辈儿啊 这闺女哪儿都好 就是有点儿啊 实在点儿好 实在点儿好 也忒实在 这 你跟着我干吗 我说你老看我干吗呀 别闹了 快回家去吧 这小哥谁呀 他呀 这是我带来的跟班 也算是你的侄子吧 你呀 叫大姑吧 你还起乎 西皮内肉的 我喜欢 你嫌我 你嫌我 快快快 你啥女人啊 啥姐 别闹了 快回家去吧 回家去 来坐坐坐 水路旱路都没有吗 大人 水路旱路 小的都安排了眼线 既没看见官船 也没看见官教 这就怪了 那刘大人走到哪条路啊 大人 您的信 原来刘大人 已经到了家 要我去南田相见呢 那小的去给大人被叫 请慢 刘大人信中特意嘱咐 要本县走去南田 这是啥意思啊 你问我 我问谁去呀 大人 你慢点 大人 注意脚下 歇会儿 歇会儿 你老跟着我干嘛 你傻乐什么呀 该干嘛干嘛去 听话 干嘛 要不我嫁了你吧 什么 你说什么 跟你过日子好 大姐 表姑 婶子 你杀了我吧 咱俩才刚见面 就算找到没人 还得有个说字功夫不是 那我不管 反正我就是喜欢你 你干嘛 给你 定情信物 瓜仔 瓜仔倒是可以吃 不过这可不代表我喜欢你哦 那我不管 打听打听 问问前面那俩人 好好好 这几位 县太爷 前来拜访刘伯温刘大人 我知道他们家 我领你们去 好 指示打起来 名罗开道 走 走 我看续写族谱这个事儿 就按老规矩办吧 是吧 还有啊 是啊 咱们这个地方呢 纸张不太好 等我回去 多买点上好的男纸 咱们再印纸 您说好吧 不错 太好了 就一流大人 你看齐叔公 怎么还大人呢 您是族长又是长辈 只叫我名位就是了 那可不敢哪 大人就是大人 我青天流氏 自南宋刘光氏以下 能光宗要祖的 还就除了你一个 是啊 可不是嘛 可别这么说 刘某能有今天哪 权杖祖宗的殷屁 不敢有半点自侵 现在咱们是从修祠堂 自当已尽绵薄呀 来吧 那谁拿上来吧 来 难道是印纸 怎么怎么 这儿有文银二百两 辽表新银 谢谢刘大人 坐坐坐 谢谢刘大人 坐坐 谢什么呀 谢什么呀 都是刘氏的弟子 自当尽力 是吧 不光是这些 看看乡亲们还有什么事 只要是我刘某能做到的 一定尽力 是不是还真有什么为难的事啊 咱这儿啊 虽属山区 可是离海不远 常年有海寇入侵 烧杀抢掠啊 那是方国珍的余党未平 哎呀 现在又加上了沃子了 有时候是海寇们扮成的沃子 有时候是沃子扮成的海寇 真是防不胜防啊 那官府守军呢 止不上啊 刀寇来啊 守军不在 守军来了呢 刀寇又走了 就是啊 这还真是个难题 看样子 还是得提倡民访啊 可是朝廷明令 这民间哪不得演武练兵啊 先生 清田之县来了 还敲锣呢 清田县政堂拜见大人 不必了 本官位着官服 不必官仪相见 下官见过大人 见过了 请坐 清田县 一路走得辛苦 大人问你这一路走得累不累 大人声明朝野远播 下官也是仰慕已久啊 今日有幸得见尊严 何言疲惫 何言疲惫 心里指不定骂什么的吧 有意 场面上的客套话 我们就不必说了 清田县 我问你 知道为什么 我让你走着来这儿吗 此地 离县城几十里路啊 没有本官的命患 恐怕 你是没有机会走这一趟吧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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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走过 不是起码也是坐下啊 刘易 本官可是走得异常辛苦 下官也曾派人 背下了接封酒宴 派人去水汉码头 迎接大人呢 不必打岔 这一趟 就让本官知道了 平日里百姓们行路 是多么的辛苦 是下官失职 深感自责 你哪失职啊 是没接到我呀 还是路太差呀 这个 这是官道 我问你平时 为什么不为乎修缮呢 年年也都顾夫修补维护 只是上面派下来的那点官银 实在只是杯水车薪 修了也跟没修一样 那你想过没有 请地方参与帮忙啊 只要是钱粮补贴到位 民修不是问题 只是 说 本县的父护们 吝啬守财 无心公义啊 修桥铸路 造福一方 这原本是妇人应该热心参与的公义 一个个都守财是吧 行啊 秦天仙 我呢 倒是有个 筹款的方法 不过就是有点麻烦 需要你全力配合 下官听命 刘伯温大人醒亲还乡 途经九都岭屡见异照 顺关风水 多处有聚财奇宝埋藏 特告本县如有发掘者 钱财尽数归己 奇宝可乘本县 以祥瑞上报朝廷 另有赏赐 刘伯温 难道是南田的刘伯温吗 不是他是谁啊 他要是说九都岭屡才有宝 那准没错 那是 人称刘朱葛 刘神仙呢 就是 是啊 是 让开让开 让开让开 这位小哥 怎么回事啊 发财了高兴啊 发财了 发财 不像啊 咱是来献宝的 包袱里有什么东西啊 让大家见识一下 就是 就是我们宝 罢了罢了 给你们看了也不懂 怎么着 没有什么 让大家见识见识啊 对啊 抽干什么 光鲜花儿还要抽 宝贝不上 是不正的 请来方方方 何事宣华 见过大老爷 小明前的献宝 是何宝贝啊 哪里得到的 九都领上挖的 打开来看看 如果要是假冒伪劣 定要赏你一顿板子 哪能啊 快打开他 别动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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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掌东西 竟敢息怒本先 没诺 小人挖到此物之事 也曾疑惑 那你还敢拿来 只是这两样宝物 跟一旺银帘放在一块儿了 那银帘呢 这银帘 咋啊 后面倒有戳戟 是大宋年间之物 不是说钱财贵己吗 本先说过药泥子了吗 你个小家巧不开眼 只是这个 小明一开始 也怕是烂鱼头充数 什么烂鱼头充数 那叫烂鱼头充 对对对 所以小明特地拿去南田 让那刘波刘大人瞧过 刘大人说什么 刘大人说 这可是两斤祁宝呢 这算什么祁宝 白给我 我都嫌赖嫌脏 就是啊就是啊 刘大人说 刘大人说 是祁宝 刘大人说 昔日鲁埃公命席 你已问孔子 这就是孔老夫子 当年做过的席片 这倒没有说错 又说 此晚乃商咒王时 宫廷内藏 何以见得 小明也看不出什么戏气来 可是刘大人说 此晚乃宫廷时 是肉林酒池之焰所用 如今已是绝无仅有的孤品 书可薄义 这对于我 真是薄义啊 真的假的 真是刘大人说的 这等高深的学败 小明哪能编得出来 好 拿上你的东西 跟本县入衙 造册登记 是不是官家还有中场 如何赏赐 本县也是听命于上风 能不能省个欺评 小明也想婚个仙太爷当的 你大老爷当着我 凌场的呢 他怎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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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会是要去九度岭吧 赶紧回去准备东西 你把爸爸回来 走走走 准备东西 快走走 快走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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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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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挖完太没挖着了 你们快来看哪 这是什么呀 快来看啊 你挖的什么宝贝啊 我发到了 是席子 破席子 是席子 破席子 这块可能是鲁埃公做过的 孔子那块已经让刘伯温鉴定过了 是啊 这块不是孔子的 那说不定就是鲁埃公的 别管是谁的 这下你可发财了 对对对对 发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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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则变 变则通 造反启家的皇上朱元璋 怕别人再造他的反 明令禁止民间私自演武练兵 可是海寇为患 我又岂能坐视不理 看来 只有采取这种变通的方法了 你老跟着我干吗 你怎么老是跟着我呀 我就是跟着你 去去去 没看我还有正事呢吗 可人家喜欢你嘛 那你也不问我喜不喜欢你 那我不管 不 大姐 两情若是久长时 尤其在朝朝暮暮 懂不懂 不懂 朝朝暮暮 就是早晨和晚上 懂了吧 一整天都待一块 这个我喜欢 两情 两情懂不懂 不懂 两情就是两人都得看得上 我看上你了呀 那还有我呢呀 两情那得是两个人的事 懂不懂 懂 就是王八看绿豆 得对上眼才行呢 是不是我这么说 你就明白了 嗯 跟你这种没有读过书的人说话 太有费劲 那你说说都明白什么了 不会再跟着我了吧 你别黑黑呀 你说话呀 我是绿豆 你是王八 你才是王八呢 先生 先生 丫头 你看上他了 看上了 看上他什么了 什么都看上了 好好好 好什么好 你不知道 我夜里还尿床呢 不信你问他 哪有这事 我怎么不知道啊 先生 我也尿 丫头 我不能瞎说啊 那是他先说的 我 我才说的 大人何事笑得这么开心啊 没有 我是看这丫头说话 挺有意思的 我没跟你说 我是跟他说呢 没跟你说 你非得插进来 傻姐啊 你娘满村找你呢 什么事啊 啥事我哪知道啊 你回去问问不就知道了 快走吧 快走吧 这是老汉家里的长孙 还不快拜见刘大人 不用不用不用 都是自己人不必拘礼 这算起来 是我的堂侄啊 小辈给长辈见个礼 是应该的 七叔公啊 想必找我来 是有什么事吧 这小孩子不成才 学了门手艺 想请大人 只教一二 那屋里说 来来来来 你说这哪一事啊 这成何体统啊 成何体统啊 这农人们不种田 都跑到山上去挖宝去了 你说这到时候 收不上粮食来 我等拿什么交税啊 是 全都乱套了 我那些故宫也是如此啊 可不是嘛 你们可以花钱再雇啊 哎呀 要是能够着人 我等还回来找太爷您吗 哎 要是明年收不到赋税 太爷 怕是您的位子 也坐不稳吧 是啊 谁说不是呢 诸位 有什么好对策吗 我等来钱 你商议过 这虽说是件好事 但是也不能乱来啊 乱来 那可是头关道啊 是啊 关道又怎么了 你挖 我挖 到处是坑 又怎么能行车走人呢 是啊 是啊 这话说得也对 本来那道就路况不佳 晴天尘土 雨天泥沼 本县几次享修 可都受限于 太爷 不就是银子嘛 是啊 没钱难办事啊 太爷 我等来钱 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哦 就是不知当奖不当奖 你快说说看 本县这几日 都快为这事丑死了 这没规矩啊 它是不成方圆的 对 有了规矩 钱不是问题 我等经过商议 这点子嘛 它就落在修路上 嗯 这话怎么说啊 由县里发文修路 修路的费用 由本县的乡生们筹挫 对不对 也就是说由我们出钱故宫买料 修这条路 诸位 能如此热心工艺 造福乡子 本县也是由衷的赶配 诸位 鲜泻了 既是修路 再任由老百姓挖路 那可就说不过去了吧 诸位的意思是 由太爷发令啊 禁止乱挖乱跑 只有我们的故宫 才可以在那条道上挖 不 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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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路修路 新太爷 您看 这路它也修了 这人它也散了 这一不误农时 这二呢 太爷您的政绩不也有了吗 您说这算不算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对 就是 这个主意实在是高 亏几位想得出来呀 不过 太爷的意思啊 赵某明白 您是说挖出的宝物怎么办 是啊 如果挖出财宝来 该如何处理 算谁的 呃 这这这我们出公出力 这这当然算我们的了 是 对百姓们可交代不过去吧 诸位别忘了 那是官道 官道下面的东西就是公有财产 官道就是公产 你罚一棵树 那都是犯法的 嗯 这样吧 本县将再出告示 修路期间挖出的东西 一律充公 这这这 嘿 太爷太爷 您看啊 您秉公执法 赵某等实在是佩服 对对对 嗯 不过现在治天下 乃一是讲究个觉悟 二是讲究个激励极致 谁投资谁获益嘛 先太爷 您看这样成了 咱们平分 太爷您也算一股 您那份啊 赵某等给您留着 太爷您放心 亏了谁 也不能亏了您不是 是 嗯 不过 终归是在地下埋着呢 谁也没看见 要是挖不出来 可怎么办呢 哎 太爷您太小看 我等着人品了不是 难道 我们就是为了钱财而来的吗 就是 不是 绝对不是 你们几位 主要是为了修路 对对对对 顺便 对对对 这该是谁的 就是谁啊 也不能说是顺便 先要有付出 然后才要回报嘛 对对对对 那是 那是 不过本县 还是心有不安的 这万一 这愿赌服输嘛 对 对 痛快 既然如此 咱们就立个字去吧 免得以后有麻烦 应该的应该的 这个就不劳您费心了 我等已经拟好一职 对对 是是 有请太爷过目 这就对了 好 好啊 您还有什么意义吗 没什么意义 就请用音吧 是啊 对对对 请吧 请啊 好 好 大人别光夸他 有什么毛病 也跟他说说 好有个长进哪 瞎说 这个雕工俏色呀 这个我也不懂啊 跟着雕刻师傅 好好学就是了 还要勤于上手 书能生巧嘛 是 大人说的是 至于这印章啊 看得出来 有点功力了 学的是琴碑汉印 师傅怎么教 小的就怎么学 这孩子嘴浊 我说不出个紫丑眼毛来 一般来说呀 这个图章撞刻入门 它都是琴碑汉印入门 再从琴碑汉印出门 再有呢 就是汉字六书的根基 这所谓出门呢 就是在这基础之上 创出新意 找到自己的风格 听着点 记住喽 先生说什么都是一套一套的 也许是读书太多 落下的毛病 不就是个图章吗 哪那么多讲究啊 按个手印不就得了 天上的肉图章呢 咱们说说你这印章上的破和冲 这琴碑汉印呀 它讲究就在破冲上 这出彩的呢也在这地方 知道为什么吗 为了古朴天然 这破冲的讲究 它也得落在这古朴天然上 不能随意添加 因为印章网袋一放 是大气还是将气 就看破冲一目了然 先生 您这可是在自说自话了 别说这位小哥了 我这么大的学问都听不懂呢 听不懂啊 听不懂慢慢学 可能现在听着呀是有点悬 没事 先刻着 刻两年自然就有体会了 多谢大人指教 还不赶快谢谢大人 谢过大人 自家死地客气什么 回头啊 我再从金陵 给你买些那好的印谱过来 用心看 照着仔细课 保你两年之内必有成效 那就麻烦大人了 我也告辞了 等会儿七叔公找您还有事 刘易啊 你送这位小哥出去 然后你把在门口 谁也不许进来 是 走吧 小哥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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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小哥 问你个事呗 刻一枚图章贵不贵啊 我还没出师呢 不能收钱 好嘞 有心小哥也给咱刻一枚呗 你也要刻一枚啊 好吧 晚上回去我就帮你刻 你 你要刻什么呀 是啊 刻什么呢 刘易 刘易就是兄弟我 你会刻关一吗 哪个犯法 我不会 不是说让你刻关一 是长得像关一那个样子 这么一干 多威风 但仔细看又不是关一 又不是关一 算了 跟你也说不清楚 你们这儿那傻丫头 非说我好看哪 刻个美男子刘易 美 美男子啊 歇了吧 也不带这么夸自己了 我这人仗义 你就给我刻个刘易式吧 呃 哎 刘易是 哈